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帶來了一個韓國經濟新聞在2月20號報導的內容 之前海埔董事長龐秀在一檔節目中談到K-POP危機論時 旁邊正好有JWP娛樂的龐吉尿 兩位業內領袖對K-POP的未來包有相同的擔憂 他們認為需要擴大的不僅僅是重度粉絲 也要吸引更多的一般粉絲群 然而他們對於如何達成這一目標的方法不同 海埔致力於降低入門門檻,吸引更廣泛的大眾粉絲 而JWP則透過針對海外當地粉絲來擴大其一般粉絲群體 這種策略在本質上是正確的 但是正當JWP專注於海外市場時 國內的一般粉絲群似乎已經接近消失了 根據News Tomato20號發布的獨家調查 從2003年2月到2014年1月的一年間 JWP娛樂在每輪音樂榜單的每月套版排行中 平均只有0.8首歌曲成功入榜 這在四大娛樂公司中排名最低 相比之下,還不在同一時期 平均每月有高達20.2首歌曲入榜 而SN娛樂和YG娛樂分別有5.4首和3.8首歌曲入榜 這一數據顯示了JWP娛樂與其他主要娛樂公司之間 在歌曲人氣方面的顯著差距 去年3月20號,JWP娛樂旗下女團Mix發行了她們首張迷你專輯 其中兩首歌曲Lummy Lighted和Yangnam Stupid 於四月成功打入音樂榜單 特別是Lummy Lighted從5月持續到9月都保持在TOP之內 而另一組女團一集在7月31號發行的第七張迷你專輯的豬大哥 也從8月到11月連續入榜TOP排行 然而在過去一年中,只有這兩組女團的新專輯 在國內的一般粉絲中造成了一點點的存在感 JWP娛樂旗下歌手在國內音樂榜上幾乎全軍覆沒 這主要歸因於公司實施的本地化策略 JWP娛樂正專注於藝人的海外活動 以國內累積的經驗為基礎 希望在全球範圍內拓展其影響力 JWP娛樂將旗下最高票房藝人TWICE 轉型為巡迴藝人 並成功讓State Kids在美國市場站穩腳跟 此外,透過與美國當地唱片公司的合作 進行了選秀節目A2K 從中挖掘出由4名韓國人、1名加拿大人 和1名韓裔美國人組成的女團Pitcher 並在上個月26號正式出道 在日本,JWP娛樂與索尼音樂 共同進行的選秀Niji Project中 推出了全由日本成員組成的9人組合女團Niji 此外,JWP娛樂也正在進行中國男團Project C 和韓國男團Loud Project的計劃 業界相關人士表示 JWP娛樂之力於透過本地化策略 從依賴韓國國內的核心粉絲群 擴展到包括日本、中國已經流行音樂發源地 美國的更廣泛的粉絲群 該公司的目標是 利用全球廣泛消費流行音樂的趨勢 來推動K-pop的國際化 我們來看一下韓國網友們的反應 雖然JWP男團都是自己製作專輯 以海外為主似乎是理所當然的 但女團應該要關注國內的知名度 也需要提高歌曲的品質 現在的情況顯得有點過分了 不是因為專注於全球市場 所以在國內表現不佳 而是現在整體來看 JWP的製作能力有所下降 他們其實有在關注國內市場 但因為能力不足 所以才未能進入國內音源排行榜 作為K7的粉絲 從7年前開始 就對公司感到遺憾的地方 似乎還是一樣 雖然所有的IDOL都是這樣 但JWP旗下的IDOL們的能力 真的非常出色啊 認為韓國歌手在海外銷售高 所以國內人區無關緊要 這其實是一種自我安慰 當一首歌登上美論第一名時 粉絲們就會想要上傳承戒 JWP娛樂在國內外的平衡 實在太不匹配 所以才會有人提出批評 進軍海外市場 不是其他公司都沒有做 事實上其他公司的IDOL 與JWP的IDOL相比 在海外巡演和收入上差不多 JWP娛樂對於韓國粉絲來說 是難以堅持的公司 大概只有投資者會喜歡 但是也有這樣的反應 JWP的銷售額相對於 淨利潤來說相當好 他們應該不會改變現在的方式 因為似乎沒有理由那樣做 3K一開始是從海外開始有反應 導致很多人擔心在國內的人氣 但最終他們也在國內市場獲得了成功 這麼會賺錢 真的需要關注國內知名度嗎 老實說 如果我能看到我家IDOL也能賺的那麼多 能夠持續穩定的活動 並且表現良好 我會覺得更好的 怎麼能忽略D6呢 7年前的歌現在都上榜了呢 是不是因為要配合報導 所以不得不對他們視而不見呢 對 目前D6有兩首歌入榜了 不過大概知道這新聞是在講什麼了 所以對於JVP娛樂目前的情況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N2 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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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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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6 N5 N6 N5 N9 N6